3月19号是英国的母亲节,这天肯辛顿宫发布英国母亲节照片,就是凯特和三个孩子。 看着还是很温馨,真希望永远停留在这一刻。 查尔斯晒出的自己和女王的照片,缅怀去年去世妈妈,思母之情异于言表。 大家好,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,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,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。 我们接着往下看,不过截止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看见威廉和哈里晒出来了母亲戴安娜的照片。 威廉还能理解,在母亲去世第二十周年,就说过不再讨论。 至于哈里为什么不表示,总是让人不理解。 过去哈里多次说到母亲戴安娜,怎么这个重要时刻不晒出呢? 莫不是只是流于形式,其实根本不在意,真的好为戴安娜感到惋惜。 对于戴安娜这三个字,自从她去世后,在英国王室算是一个避讳。 查尔斯可能不愿意提到这个名字,前妻在世时,就已经抢走她不少风头。 以至于,她去世那么久,还会被人念念不忘,让她十分尴尬。 只是,这人就算在厉害,终究会有被人遗忘一天,否则怎么会有过气一人。 戴安娜1997年去世,人都已经去世26年,一个婴儿都长大,当上爸爸。 她在人们心目中印象,逐渐淡薄,可能有些人都不知道这人是谁了。 幸亏有一个名气大的儿媳,借助于媒体,还是会被媒体惦记。 随着查尔斯加冕日子逐渐临近,卡米拉当上英国王后应该说是板上钉钉了,可有谁还记得戴安娜王妃呢? 坦率来讲,就算戴安娜王妃还活着,卡米拉也是能够当上英国王后。 毕竟两个人法律上都已经离婚,扎尔斯有再婚权利。 如今,戴妃去世那么多年了,还怀念她的人,很多还都是老人。 至于年轻一辈,对于戴安娜来讲,更多的是一个回忆。 就连她亲儿子哈里,还动不动用老妈的名义来袭击,这何况旁人。 况且经过这么多年,人们也学会了用一种辩证观点,来辩证看待这件事情。 客观上来讲,就是查尔斯没有那么花心,卡米拉也并非那么愚蠢,戴安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天使。 戴安娜曾经提到过三个人的婚姻,确实很难受,就是说卡米拉已经介入他们感情。 其实,卡米拉和查尔斯联系,并非是戴安娜嫁入王室之后就产生。 换句话来讲,三个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出现。 只不过戴安娜选择的就是无事,可能在她心内心,觉得自己年轻貌美,能够挽回查尔斯。 或者还有一点,认为结婚了,查尔斯就会回归家庭。 经过这么多年风波,大家意外发现,查尔斯和戴安娜离婚,卡米拉并不是主要责任。 两人过不下去,主要三观不合适,离婚是早晚事。 查尔斯是被王室精心教育,有过高学历,喜欢读书,去博物馆。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到过她加冕王子影像,整个人也是一个风度翩翩公子哥,气质很不错。 小编一直感觉她更像是一个绅士类型的人物,属于很有涵养人,懂得的东西挺多的,可能更喜欢那种有知识有涵养的女性。 戴安娜本身虽然十分漂亮,气质也是很好,但是没有经受过良好教育。 关键一点就是自己还不喜欢读书,有点没有文化内涵,这点是和查尔斯合不到一块。 这点在霍振婷和朱玲玲身上,也是十分相似。 其余颜值,静于才华,何于性格,久于善良,忠于人品。 如果你文化水平跟不上,早晚两个人就会分手。 当然婚后,查尔斯和卡米拉继续搞在一起,这是她的不对,但是发生分歧后,戴安娜在处理婚姻问题也是有错。 如果再成熟一点,可能两个人不至于闹得如此分崩离析的地步。 事实上,英国王室离婚并不是只有一对,但是闹得如此厉害,并不是这么一对。 大家都是成年人,都会妥善冷静此事,不会闹得如此难堪。 戴安娜接受采访的时候都透露,当时用一些极端的手段来想要挽回查尔斯,向割腕自杀,从楼梯上滚下来。 却不知道这么做,只会让查尔斯对她越反感,两个人的感情也回不到过去。 如果她当时有苏菲一半智慧,可能也能妥善处理好此事,不至于被赶出王室。 查尔斯这辈子做得最愚蠢的事,就是既然不爱戴妃,为什么还要和她结婚了? 关键是两口子愚蠢一面,现在全都遗传到了哈里这边。 哈里同样找了一个蠢媳妇,小编都感觉这是她亲妈活着,要快气哭了。 当初两个人闹离婚的时候,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背叛,客观上说,查尔斯确实背叛戴安娜,但是戴安娜随后也背叛了查尔斯。 只能说在这件事情上,查尔斯犯得错大一点,戴安娜犯得错小一点,不见得说自己无辜,如果这个男人不爱你,马上跟他离婚,选择找寻第二段婚姻也没错。 但是他错在错在还没有离婚,就背叛了婚事,还闹腾满城风雨。 这在英国王室当中,那是无法原谅,没有人不在乎颜面。 这也就解释为什么,戴安娜葬礼那天,玛格丽特公主会高高抬着头。 其实不赞成她这么做的长辈,还有一个人,就是英国王太后,查尔斯奶奶。 这位和戴妃祖母好像是闺蜜的关系,戴安娜当初嫁入王室,她也是挺喜欢她的。 但是,你一旦触及到王室利益,老太太还是会铁定站在查尔斯这边。 接受媒体采访时,爆料那些事情对于王室来讲,无疑是一场惊天动雷。 这种确实恶化了她和王室关系,就算事后戴安娜向女王道歉了,但是给英国女王造成的伤害也是挺大的。 看一下哈里和梅根这波操作,对于王室造成影响,就是相当大。 关键是哈里还会拿着死人来挣钱,动不动就会拿戴安娜名义来挣钱,可是英国母亲节这天,却连母亲照片都没有晒出来。 只能说戴安娜影响力,也是在持续减弱,无论是你是否承认,陪在查尔斯旁边女人终究还是卡米拉。 事实上人生总是往前看,就算戴安娜影响力再高,也终究会被遗忘。 现在,提到戴妃名字,人们总是会感到一种遗憾,如果当初智慧一点,可能她现在活得好好的。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,无论大家怎样评价,怎样的吐槽,当年那个挤进王室的女人, 终究成为了最大赢家,忍了三十年,老卡拨开云雾渐月明了。 戴妃,欲待其官必成其重,虽然痛苦,但是她也因这场婚姻让她自己闻名事件,让她的孩子成为王储。 而戴妃本身的兴趣爱好和渣茶相去甚远,老卡和三世的兴趣爱好很多都是一样的, 感觉渣茶需要这么一个人。 个人感觉渣茶早年也努力过与戴妃的婚姻,可是收效甚微。 那么为啥渣茶不喜欢年轻貌美给她生了两个孩子的女人呢? 婚姻不是一个人的问题,所以男人更喜欢懂她的女人,戴妃可能太情绪化了,毕竟巨蟹做的。 卡三肯定有她过人之处。 时间长了,相貌可能是最让人忽略的那个。 一致的兴趣和三观,才让人走得更远呢。 无论臭味相投,还是各取所需,不得不承认双方都有令对方在意的闪光点,被彼此迫切需要。 另外老卡要说没点本事真不能达到今天的高度。 不过她现在的表现是不是真本事,还真说不定。 老卡加勉图圣游,扯华盖都安排让自己的外甥和孙子来做。 想来,威廉也不屑让自己的孩子给他扯华盖,因为名不正,言不顺。 这种安排也正合老卡的心愿。 又有报道说卡三想跟扎茶给前夫割药爵位,这真是不要脸了。 难不成卡三想做窃国大道吗? 是不是打算把整个英国王室据为己有? 据此判断,卡三必定会为他的儿子女儿争取爵位。 在其他事上,三是可以无限包容老卡,但给他前夫一个爵位,显然触碰到扎茶的底线,他现在很生气,已经好几天都没理老卡了。 之前,老卡一直在为他的两个孩子争取王室头衔,现在又在又为前夫争取爵位。 不仅扎茶反对,连一向和老卡表面相处得非常融洽的威廉王子也坚决反对。 真让人想不明白,卡三给带着他血统的两个儿子争取爵位,这能理解他,但他要给前夫争取爵位,这是什么想法? 三是是不是真的被骗了? 一个家庭里面有成分,不一样的人真的不好,判定或伏及凶。 卡三成为王后,以后真的不确定他会怎么左右王室。 不得不说,三是不是他的对手,而老卡也绝不是省油的灯,现在还没有胡来,是权力还不稳固。 英国王室的走向因为卡三和哥儿姐,并不明朗啊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,我们一起探讨,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,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